好 回来关心这个之前 我们曾经报导过 今年5月的时候呢 这对单亲母女在台北市 本来要开开心心庆祝母亲节 怎么被扎到脑袋开花呢 他们是走在路上 结果有一栋旁边 有个32年的老房屋 外墙剥落了 瓷砖就扎下来扎到脑袋 几个月来一直复健 但是手脚还是不灵活 以后还得要动两次 头盖骨的手术 只是求偿的问题 一直没有下纹 医药费这么庞大 本来家庭经济情况 就不太好了 真的要撑不下去 妈妈情绪激动 因为唯一宝贝女儿 无缘无故遭大楼 外墙剥落瓷砖砸中头部 虽然就毁秘密 但这辈子可能无法完全康复 我的头不会痛 然后我的脚不能跑步 那我的手可以写字 哪一只脚不能动了 左脚 今天5月初 母女娘要庆祝母亲节 前进台北市这栋32年老房屋 不料六楼外墙瓷砖 突然塌下来 砸中女童头部 几个月下来 求偿没有下纹 民事诉讼也迟迟没开庭 原本担心家庭经济做不好 加上医疗附件费用 一度让他们撑不下去 我带到台中大甲去看医生 那个药物一天都要一万五 我花了一个月 把我所有的钱都花光了 他将来还要换两次头盖骨 是因为他长大了 头盖骨就要换大一点的 我们今天看了 明天并不保证它不会掉 所以我们目前的处理机制是 里长 三四百个里的各个里长 里面的里干事 甚至里面的林长 他都有主动通报的义务 七八大楼人行到上 现在装设防护网 住户外墙也加装铁片 但还是有石块不实掉落 只是老屋防护问题没解决 恐怕还是会有下一个受害者出现 记者李彦成 刘雪伟的中观展 新北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